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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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種人有點歧視外省人 所以不吃蔥 實在是老兄很喜歡吃蔥 有很多蔥, 沒錯 最後一條 秦始皇統在中國後, 為了方便統治 命令其中一個丞相李斯 將戰國時期的大選 改成另一種簡單的文體 小選, 博的 對 博的, 對 你是認識的 陳家長是為了增加我們的氣氛 所以這樣, 好了 他們就全中了 財哥, 你隊長選了一番 還有三個 隨便吧 究竟你抽什麼國賈? 你說吧 有備而戰, 不怕你 人物之奇 對 人物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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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條就是 南宋名將韓世宗的夫人 曾經以敲鼓退金兵 是 傳中後世 傳中後世 這位女士, 呂忠豪的名字 太淺 名字是太淺… 梁洪玉 對 太淺了, 太淺了, 太淺了 好, 接著 據左轉的記載 哪一位人經過十年生罪 十年教訓 而終於得到滅吾雪恥呢? 哪一位人? 勾錢 勾錢, 他答不了了, 幫我 下雨賣掉了 接著這條, 這條是送的了 中國禅宗第一代的師祖叫什麼名字? 禅宗… 大摩, 大摩 沒錯 大摩, 大摩 禅宗第一組是大摩 哪一位人為了自水三個旗門而不入呢? 送的… 答錯了 下雨100分 下雨 最後一條 以下哪個宦官和明朝東林黨爭有關呢? 可以讓你選擇 A, 高力士 B, 魏忠賢 C, 李富國 他幫我答了… 魏忠賢 魏忠賢 厲害, 高力士 中的宦官 這句很厲害 也是全中的 又是打王 又是1500分 厲害, 厲害 接下來到我們的第二個環節 這個就叫典故新論 今天問一個問題挺淺的 就是如火如荼這句成語 解釋大家的反應好 那件事進行得非常緊密 成利, 緊繞 盛勢也很壯盛 這個很熱烈, 這樣就叫做如火如荼 火,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荼有幾個解釋 有一個解釋是苦菜 另一個解釋是茅草的花 或是奴笛的花 相傳白色的 以前窮人買不起棉花 通常用白色的奴花 代替做棉皮也有 為何要如火如荼 這兩件事來解釋 這個事件造成這麼輕盛 這麼壯烈 為何不說別的事呢 為何不如樹如花 或是如什麼 對, 如風如電 對, 為何謂人女 請你們三位互相… 或者黎帥恩 我覺得因為冬天 人們搶著 拿花來做暖的衣服 很洶湧 所以解釋 如火如荼 覺得很洶湧 就是這樣 很強勢, 做的就很快 是, 衣合 好, 吳嘉麗呢 走了 怎麼不存在呢 那好吧 那張英才, 才哥, 你幫幫他 如火如荼, 我想過是火燒山 火燒山, 為甚麼… 山上有很多花花草草木木燒 所以是如火如荼, 如火花 如花燒了 因為是嘻嘻嘻嘻, 不能寫出來 是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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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牌就好了 好, 如荼 好, 如家麗了 好, 如果你們… 如果你不做棉皮 如果過了冬天 那種花會變紅色 是, 變色的花也有 所以如火, 用火來原來我的花 就是說你們不砸下來做… 棉皮呢 棉皮, 那就變紅色了 那就是快點了… 快點來, 快點來, 浸來… 很遺漢 遺漢 對, 又不是說 很遺漢 好, 請名人隊除了你的意圖 為何叫如火如荼 火當是白熱花的時候就是白色 桃花又是白色 為了熱, 是吧 即是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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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來認紅它, 是吧 他又不是說紅燒, 而是說白色 如火如荼 他解釋白色 陸議員, 你覺得呢 好事一起來 好事一起來 火的時候就像噴噴聲一樣 大家都提起得很快 白色就像春天 那些花一開的時候 又好像爆炸一樣 又可能是這樣的 陳家常 我覺得可能就是… 夠不夠熱呢 他說熱, 熱得比火和肚子 可能就是… 為何會這樣回答呢 就是覺得很熱, 很熱烈, 很熱烈 火也是這麼熱烈 攬著棉花也這麼熱烈 攬在一起就更加熱烈 兩位白天… 還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找觀眾 應該就是春秋戰國時代 吳王芙差 他北上去大會珠侯稱霸 但是他的國家就被勾錢乘機佔領了 他的部下就憂心了 但是當時他的軍隊 他一些是穿紅的 一些是穿白的 夫妻就說 你需要擔心嗎 你看我們的軍隊如火如荼 我們一回去就可以收復國家 你不用擔心的 給大力之掌聲 特級掌聲 其實那位展告山論 這個如火如荼的正確答案 剛才那位觀眾真厲害 他幾乎百分之百說得對 唯一弄了一點 就是吳王芙差跟進定宮 不是跟月王勾戰 那時候跟進定宮爭的時候 他在夜中把自己三萬軍 一萬人 全部穿白衣、白甲、白旗、白羽毛的墊 另外一萬人是紅旗、紅衣 另外一萬人是黑旗、黑衣 這個典故建於國語的吳語篇 裡面有一句說話就是 唯萬人以為方鎮 皆百常百旗, 望之如荼 赤常赤旗, 望之如火 望之如火、望之如荼 兩句合起來變得很輕盛 好像如火如荼 另外第二天他閱兵的時候 吳王芙差親自雷鼓 三萬人一起山呼 對… 三萬人一起響 幾乎有大球場開演唱會 那晚這麼虛暢、吵鬧 所以如火如荼 結果這樣形容了很輕盛的事 進行得很熱烈 這位觀眾非常厲害 你不是教書嗎?不是嗎? 太好了… 滿分就30分 給滿分300分 每人給50分, 就這麼容易 來來自然 好嗎? 各邊50分 大家…展観新論打和, 大家都50分 現在總分再看一遍 藝人隊1550分 名人隊也是1550分, 即是打和 再來一個大把機會 我們還有很多個環節 說好之後回來, 我們再追 是 好, 又到了問現場觀眾問題的時候 我想問問大家 有卯丹花城之稱的城市 是哪個城市? 是, 你, 頂頂我上來 蠟羊 蠟羊 蠟羊, 恭喜你 到我們這裡了 我們這個星期的題目 要用普通話來回答 有一句話 此情可待成追憶, 此淺可待成追憶 下一句是什麼呢? 一, 二, 三 沒有人居搜, 怎麼辦? 試試看吧 這個 子地無人三百兩 子地無人三百兩 當然是錯的 我們要試看哪個基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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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選一個現場公眾 你說廣東話吧 指示當時以忘義 對此情可待成追憶 指示當時以忘義 此地無人三百兩 對, 要送一個特級獎品才行 對得很好 你們是不是一起來的? 是我們太太 兩個文采都這麼厲害 文學的, 真是 厲害… 我們第一次有這本題 全部答錯, 要全部移過來一遍 今天, 才哥, 我想你們都…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跟著來 好, 不用怕 接下來這個問誰領風騷 就看片就行了 好 不如先來才叔, 好嗎? 好 是, 按吧 是, 按吧 按到西藏會 西藏會? 西藏自治區 位於中國西南邊疆 簡稱藏 由於境內平均有 海拔四千公尺那麼高 所以有世界屋脊之稱 藏族人民對於傳統節日 非常重視 而各部落也有自己獨特的節日 就像金南地區的藏文一樣 每年農曆六月 都會去到金南草原 寬度香浪節日 在這個月 藏文都會穿著成裝 帶上食物和帳幕 來到草原上 住上一至半個月 其間還會像新年一樣 互相拜訪 而且還會進行 各式各樣的競技活動 例如菜牛, 菜馬, 摔膠等等 而青年男女 亦會趁著香浪節 互表傾慕之言 甚至定下終身 另外還有些人 將一條繩穿在頸上 然後用力在地上向前爬 究竟她們在做甚麼呢 這樣啊, 在這裡 財哥 在掌握 嘉麗、瑞欣 給我一個提示, 是一種遊戲 為何要勒著頸來這樣 這樣排, 這樣做甚麼 好像拔河一樣, 要大家鬥 找個頸來拔河 嘉麗, 你同意嗎? 好像… 同意 同意 我見到 瑞欣呢 同意 同意, 也同意 有哪位觀眾有異議的 有另一個 想法的 我想其他男人都可以玩 女人就沒得玩 我想他們在拉帳幕吧 那些帳幕可能是搭出來的 那些帳幕可能要來拆帳幕 拆帳幕, 免得再浪費時間拆 當作一創遊戲, 拉倒 可以拉倒那些帳幕 就快拉倒 認真又詳異 什麼級? 真級… 這麼好玩 我們看看正確答案 答案 其實他們是在扯大藍 不過不是用手, 而是用頸拉 對 財宋很厲害 財宋很厲害 滿分, 沒得逃跑了 這個… 滿分就是200分 每分就是200分 好, 人隊先200分 那到明人隊, 你們按燈了 請問老公, 請問老公 請問老公, 是… 謝謝… 四川… 四川省位於中國西部 省的東部是氣候溫暖濕量的 四川盆地 西部就是荒涼的山地 九寨溝, 是在四川北部的 閩山山墨中 由於在那裡附近 有九個藏族山寨 因而叫九寨溝 這裏是以山村湖泊 景色優美而聞名的 包括氣勢磅磅的洛日朗瀑布 還有珍珠灘瀑布 流水打到山邊的粒坑上 就會激起一粒粒水珠 像珍珠一樣迷人 箭竹海是九寨溝百幾個湖泊中 其中的一個 在日出的時候 霞霧靈漫, 水平越境 真是美得像一幅圖畫似的 五彩池的特色是池水顏色偏難 因為池裡的沉珍物含有豐富的葉綠素 加上池水又不太深 所以就有這種情況出現 在九寨溝附近居住的座紋 發明了這種用流水推動的源統的物體 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真是很漂亮, 四川真是想去看看 拍的也拍得很漂亮 不過問題是問那個源谷是什麼東西? 陳家常認識 我們認識, 陳家常認識 可以了, 我 我只是用古的 我記得我在西藏以前去的時候 看到他們在廟宇裡 每入廟宇的時候 就有很多這些古 那些藏文進去念經 他們就會轉一次一個古 聽說是當作轉一次就一次經 他們就念一次經 他們就念經 是經論 陸公衛議員 我想好像差不多人家 就是念經, 像那些豬一樣 轉一轉就是一手經 那裡 陳任, 你沒有念經多久?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念 從來都沒有?三字經也少嗎? 對, 聽就聽得比較多 因為我們兩位隊員都這麼說 那我就算反對也沒力 你可以反對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確 我贊成… 其中一個對也有分 其中也是贊成 你贊成 贊成 有沒有觀眾想保重? 有反對 就是被人摸過之後 心境很平安 還有減少災難 好, 至於正確答案是什麼 大家一起看看 這是經論 藏文認為當寫滿經文的木輪 被流水不斷推動的時候 就好像他們在念經文一樣 陳家長的答案是完全對的 想不給二百分也很難 寫滿分 這又是滿分 又打和? 又打和, 好, 還有一個問題 榮仁港人隊一千四百五十 好, 那… 這個問題是我選的省 好, 榮仁隊一千 好, 那我選吧 四川省 是, 又是 四川省位於中國西南部 簡稱村或者屬 四川省內有不少歷史名城 成都成交, 還有座漢超練廟 廟裡除了有諸葛亮殿 還有劉碧、張飛 關雲祥, 各人的殿堂 以紀念三人桃園結議 另外又有劉碧的墓園 不過劉碧並不是死於成都 而是死於四川東面的白帝城 後人就在白帝城原址建造了白帝廟 來供奉他 在白帝城附近的大寧河河谷地帶 就是旅遊名姓的小三峽 在超值的石壁上, 究竟有甚麼在這裡呢 那小三峽, 上高居然有這種黑色的一塊東西 黑色的箱的物體 是甚麼? 明人隊可以回答 好像不是一個盒子 好像一個躺在這裡的石像 你覺得是一個石像躺在這裡? 陸議員呢? 那地方很美麗, 世外桃園 上帝做這地方的時候 就像鵬鼓的開山的時候 他就漏了一個箱子 就是他的工具放在裡面 很有創意 好, 加上呢 我想我打穩陣球 我看似棺材 似棺材? 我看似棺材 好, 輪到藝賢隊的國家是甚麼 五、四年了 是 那一年間好像有個空欄 有個空欄? 對, 空欄 但那不是現在的黑箱 是那時遇上了那個山崖 其中一個是張椅子 張椅子 是的 椅子 就飛成那裡 但人就懶得爬上去 可以爬上去爬上去 拿下來就放在這裡 拿回那座椅 在飛機上… 飛機上去 全部都落實, 落實 好玩… 瑞欣, 你今天沒甚麼聲音 我覺得是關公的那把刀 關公的那把刀? 對, 放在上面 鎮著那一大地方 我們就僻邪 僻邪 是的 財哥 可能類似冰氣 類似冰氣的東西 好, 看看那邊觀眾 有沒有補充 這裡… 那裡風景這麼好 高處不勝寒 最高的是高原, 四川 所以我認為那裡又下雨又成 看完風景看得多了 沒辦法了 一定要… 沒辦法在晚上在這裡睡覺 這樣下雨又怎樣? 在盒子裡 好 八級賬物 你好 究竟是甚麼呢? 請大家看看正確的答案 這是船官, 是古代巴族人元官的其中一種 古代的巴族人認為官木放得越高 就表示對仙人越敬重 三派 是, 四川就是巴屬 那些夏里巴人原來有這樣的狀況 陳家上這個答案應該有200分 滿分 藝人隊呢 有嗎 50分 有 很漂亮 好嗎? 這樣吧, 看看分數吧 好, 這個回合就… 這個… 名人隊 運帥領風騷 名人隊勝, 因為200分 5分 但總括來說 名人隊的分數就是… 1950分 暫時領先一點點 藝人隊的分數 以150分落後的1800分 不過完全不要緊 因為還有兩個回合可以追 未知六死誰守 講過回來呢 有餘木運珠和歷史常識大挑戰 好了, 又到了問現場觀眾問題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大家, 揚州炒飯 你們就吃得多了 揚州是在哪個省的? 是 光蘇 是, 這位省大包 光蘇省 好, 回來我們這個餘木運珠的環節 這裡有20個號碼 配20個人名、名詞、書名 或者是歷史史跡 明白嗎?明白 現在請大家將注意力啟響螢光幕 答案來看 答案來看 分別有高歷史、避暑山莊 靜蘭之變, 西雙記 雙養變法 遼齋傑 遼齋治矣 鴉片戰爭 白居易 魏晉南北朝 欺凌變法 杜虎 幻冠 臨則除 看高祖 成德 黃安 石 長恨哥 蒲松陵 九品中政制 劉邦 夠了 看幾次了, 大家幫忙 低分, 我們先選吧 8和17 8是白居易 17 7 17是長恨哥 對的, 100分 9 9 9是魏晉南北朝 19 19是九品中政制 對的 14 14 是漢高祖 20 20 就是劉邦 對的, 當然是劉邦 但是三次中了 機會在你們身上 就要交給這個 明人隊 明人隊 2 2是秘暑山莊 15 15是成德隊 所以香港有些明流 就改這個名字 1 1 1就是高力士 不要拉加的 不要拉加的 你提他吧 高力士是對的, 拉加到極 是宦官, 太監了 不叫他的名字好, 就叫他宦官 7 7就是鴉片戰爭 13 應該是林則翠 對的, 香港也是這樣 令到陸高位議員 最近很沒空 也是因為林則翠 三次也是… 好, 又三次了 又高力士 6 後面那些 6 6就是寮齋子儀 18 18 18就應該是葡松嶺 又100分 不是陳松嶺, 是葡松嶺 是, 再殺一個 繼續 5 5是雙氧變法 8 16 16 幾拳 16, 黃鞍石是錯的 快點回去 好, 到這邊 不要… 來 陳先生 3 3是靜爛之變 11 11 有四格是不緊張的 11 道府也是不緊張的 對不起, 撐住他 快點回去那邊 不要開過, 別錯 還有一對 4 是吧 4是西雙記 16 怎樣?你們說 你可以開過開過也行 開過就行了 16 16 16 不是, 黃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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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是欺凌變法 16 16 很厲害 很好吃 應該就是名人隊了 看看那些分 這個回合贏了 名人隊暫時的分數是 對, 2,350分 2,350分 藝人隊,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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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分 接下來的歷史常識大挑戰 搶雜的時候因為有扣分 很容易追上 很容易, 進一進行 馬上進行了 歷史常識大挑戰 看看哪一隊可以贏出 還有能否破到我們的積分紀錄 好, 來吧 好 鬥快按燈 鬥快按燈, 預備好了嗎 玩法很簡單而已 題目初初也很簡單 論語學而篇所寫 指若學而時, 雜之不亦月乎有憑 截遠方來, 下一句是… 不亦樂乎… 不亦樂乎… 不亦樂乎, 對了 四面河花三面 好, 四面河花三面 柳一城山積半城胡蟹子 柳一城山積半城胡蟹子 藍隊… 大明湖… 對 100分 請看螢光幕 請問這兩個字是怎樣讀才對呢 藍隊… 手快 不知道嘴什麼呢 嘴什麼呢 嘴讀了一個是對的 嘴魚… 嘴魚 嘴魚 對, 100分 收快快 所謂三教九流, 三教是什麼 藝人隊 漁色道 漁色道三教, 100分 對的 中國古典戲曲裡面有所謂航頭 請問是等於現代的什麼呢 航頭 什麼航頭 藝人隊… 黃藤衣雙 黃藤衣雙… 衣雙, 即是服裝, 沒錯 對的, 100分 邰哥, 你很棒 好, 四星究竟指什麼呢 就是中國字的四星 藝人隊 藝人隊很快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又是一番 很厲害 有人幫我搭檔 他們後面的很厲害, 觀眾 金蘭之交是指兩個人有什麼關係 名人隊 紙媒… 紙媒 什麼關係 真是… 真是… 乾姐妹 乾, 沒錯 對的, 真是, 未必是說紙媒 因為這個, 原出是逆經是詞 金是比喻堅精, 難是喻香 以仁同心其利, 斷金 同心之言, 其臭如難 未必是紙媒, 紙媒也可以 兄弟也可以說金難, 結拜 好, 有100分 五胡亂華, 即是紙 什麼… 你還沒按嗎? 不要按 猜我的答案是什麼 兇爐 撞吧 兇爐是100分的 兇爐 因為我的答案是兇爐 有兇爐 我還沒問 這麼快按 我說究竟是鮮飛、蠍、底、薑 還有哪一族 他答到兇爐應該給100分 兇爐、蠍、底、薑、鮮飛 你還沒想到嗎? 對 撞回來 不好意思 接著繼續進行, 100分 所謂化乾鍋為肉白 即是指把鬥爭變成和平 乾鍋是古時一種兵器 那肉白是什麼? 衣著財物 衣著和財物是對的 玉就是玉 白是絲織品的… 不是說玉白相見的玉白 當時古代的豬喉相見的時候 多數是帶著肉或絲織品做禮物 請大家看看螢光幕 這句燕子究竟要塗什麼鞭 全部答好了 我最清楚了 火字鞭, 答過 火字鞭, 對100分 對, 很威風 我以前也以為是水, 水是錯的 魯迅先生有一句詩, 人人都很熟悉 就說橫眉冷對千夫子 名人隊… 虎手甘為魚之牛 對, 就是問你是虎手甘為什麼 對, 100分 古代所說的掛官, 即是什麼意思 名人隊 即是不撈 不撈, 即是… 這陣子剛才是炎炮 將那隻烏沙掛高, 即是不撈 沒錯, 100分 是, 明人隊100分 明代此立的一種制度 叫為所制, 即是什麼制度 藝人隊… 兵制 兵制是對的, 很厲害 我們都很厲害 你坐在一起 很厲害, 他們真的很厲害 對… 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你們認為是兵制吧 你有答過嗎 兵制… 是… 兵制, 兵制… 成語 土生救火的身是什麼? 什麼字? 是, 是柴的意思 沒錯, 抱著柴去救火 火上加油 史學巨珠, 知智通鑑 哪個編的? 名人隊 師馬剛 師馬剛 師馬剛… 是否師馬剛 師馬剛對, 100分 恭喜… 恭喜… 不早才出聲 東漢明帝, 張帝 兩個東漢的皇帝 政治清明, 天下安寧 比美西漢的文景儀勢 所以歷史家稱他們為什麼之志 藝人隊 明章之志 對, 一定有個貼紙 明竟是張帝 謝謝 又100分 厲害, 又真厲害 根據東漢班故漢書 藝文字朱子略說 九樓十家之中 有一家是不入樓的 那個樓… 那個家是什麼家? 不入樓的 小雪 藝人隊, 按了嗎? 小雪家 小雪家, 對100分 為什麼… 為什麼是小雪家呢? 因為他是街談行議的東西 記載那些聽回來的說話 只是片言隻字的言論 不能夠成為一家之言 所以不算是學派 就是個人的意思 對 還有一個問題 春秋指東漢時代的前期 這個名字其實是得自一本書的 那本書是什麼? 大小潮 藝人隊, 按了 春秋時代 春秋… 對, 出自哪本書? 春秋 沒錯, 紅衣紙作曲 不是, 紅衣紙 紅衣紙是口子的老國篇年史 好, 先看看 藝人隊用的觀眾很厲害 我們看看明人隊的分數先 原來觀眾坐哪一邊很重要 好, 明人隊這次的分數是2950分 成績都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但藝人隊有很多勢力幫助他們 他們的分數是3400分 亦成為了我們今晚的冠軍 所以證明有觀眾支持 就必定成功 對… 但我也想說暫時藝人隊 每人都可以得到 就是Dream送出的18K金鑽首飾 總值是港幣15000分 恭喜… 恭喜藝人隊 謝謝你們幫他拿 而今晚的江山如史多芬大獎 六位評判 一至六票都投給了梅仲名字 我也非常恢復你 明字得 請你看看 謝謝你, 恭喜你 好, 今晚所有現場觀眾 都可以有Mori沐浴落禮品包一份 各位現場的家庭觀眾 你還想不想參加我們一起玩呢? 千萬記得要填堵我們香港電視 裡面刊登的表格 寄來這裡索取入場券就行了 等你 今晚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六位嘉賓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感謝各位現場觀眾來看 最感謝的是各位在家裡 收看我們江山如史多芬 下個星期四… 10點15分 希望還有時間再見到你 謝謝 再見 再見